小三通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赶快来推动 我还是跟委员报告 你说交通部航运的部分都没问题 林家七免区隔政策10月13上路 边境解封至今已经过了1.5个月 两岸小三通何时能恢复 成为部会官员被寻交点 因为他是比较牵涉到这一个两岸的 疫情两岸 我想这部分还是在国安跟陆委会 小三通开不开还得评估两岸情势 能否在农历年前复航 陆委会副主委邱璀正表示将全力以赴 中国持续动态清零政策 也是小三通恢复的阻碍之一 中国白纸革命越野越烈 不少民众上街抗议要解封 金门当地民众同样等不及 希望小三通能尽快恢复带动经济 我们行政院要体察民意 难道要我们鸡马人民也发起 白纸革命吗 我们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 能够直部恢复两岸人民之间 健康有序的交流 我们呼吁蔡总统要说到做到 消防部这边事实上我们都准备好了 只要这个政策确定 那我们就可以执行 强调交通部已经做好全面准备 民众殷切期盼小三通富航 能让人流复苏带动离岛经济 华尔新闻女官宇薛松前 华尔新闻华尘太保岛